讓靠靠的身體不歇息 直到我們看見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我們今天早上在敬拜的當中 更多來領受神所賜的喜樂 因為我們被祂所拣選的 被祂所呼召的 要來傳大使命 就是將福音傳到地極 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 神已拣選 神已拣選我們 神已預備我們 帶著神的愛 宣告盼望在這時代 領受著大使命 此而謙卑聆聽 跟隨祂腳步 將福音傳到世界地極 就是這個時刻 帶著主愛 走於世界各地 我們說祂之地 萬明都要歸向你 就是這個時刻 帶著主愛 佔向你 而是這個時刻 和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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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祂之地 和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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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烛光照亮黑暗去听 大声宣告耶稣使主挽过 都敬拜你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主爱做变时间的平 我们所踏迹的万民 都要归向你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烛光照亮黑暗去听 大声宣告耶稣使主挽过 都敬拜你 就是这个时刻 不再去你 就是这个时刻 勇敢前去 就是这个时刻 不再去你 就是这个时刻 勇敢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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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宣告耶稣使主挽过 都敬拜你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主爱做变时间的地 我们所踏迹的万民 都要归向你 都要归向你 就是这个时刻 带着烛光 照亮黑暗去听 大声宣告耶稣使主挽过 都敬拜你 主啊 早晨你来激动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身上有你圣灵的印记 主啊 有你爱的印记 主啊 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 走遍世界各地 要走向那个每一个 需要你福音的地方 主啊 我们要宣告 在那个地方宣告耶稣 你是主 你是王 主啊 求你今天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再惧怕 不再畏惧 主啊 勇敢地 向我们周围的一两个人 可能你已经放在我们的心中 很久了 这个人的名字 我们勇敢地去走向他 来跟他宣告 来跟他分享耶稣的福音 神的救恩已经领到我们 让他们可以一起领受 这份蜀天的救恩 领受这份蜀天 白白赐下的恩典跟礼物 主啊 让我们里面 可以更刚强壮胆地 去分享主你的话语 主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宝贵 得胜的名求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祷告大军们平安 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心 从以哈战争 看末世的第三个主题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明白神的计划 怎么样让神的国在末世 可以在地上生出来呢 我们继续来读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九到十四节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 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耶稣基督讲的这段预言里面 告诉我们说 什么时候末期才来到 这个末期就是 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那个期间 那么什么时候呢 他说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原来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末期 在这一段大灾难的 这段灾难越来越大的期间 神的计划是要拆派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 你要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 不管你是居住在本地 本族 他需要天国的福音 或者你要去到国外 去到全世界 要传天国的福音 末期才会来到 所以现在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 不仅仅只是祷告来做预备 不仅仅只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主做预备 更重要的是要开始走出去 为什么开始有灾难 为什么开始有逼迫 因为都是为了要让教会走出去 不是停留在教会的四面围墙里面 牧养教会而已 要开始拆派 拆派人出去宣教 传扬天国的福音 那么这一段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事实上天国的福音 不是个人救恩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是指神要在家庭 职场 校园 社区 城市 国家当中 掌权作王的福音 所以讲到天国的福音 他在谈一件事情 讲到神的得胜 圣经每次提到神的国 你会看到有两种权势在征战 然后在这两种权势里面 当神的国领导 神就得胜 神的国讲的是神要掌权 神要作王 弟兄姐妹 神要掌权不是指在教会的里面 神要在你的家中掌权 神要在你的职场中掌权 神要在你的校园 社区中掌权 神要在你所居住的城市 国家里面来掌权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天国的福音 而且要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 我们来看几段圣经 你会更明白 马太福音12章28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 你看到这里有两个权势 一个是神的灵 一个是鬼的灵 邪灵 耶稣说他靠着神的灵 打败魔鬼的时候 这就是神的国的来到 所以神的国讲的是 两个力量的对抗 两个权势的对抗 而神的国必然得胜 你相不相信 当神的国临到你的家 神必然在你的家中得胜 马可福音10章24节 门徒西齐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事 依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这里又讲到两个权势 一个叫马门的权势 神的国是我们神的权势 你知道你依靠马门的人 要进入神的国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讲神的国 就是在两个权势的里头 要靠主得胜 不要再依靠钱财 钱财不再是我们的安全感 神的同在才是我们的安全感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罗马书14章17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如果你去看钱文 你就会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事 保罗在讲吃喝不吃喝 他都不能够让你得胜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这些律法主义 这里有一个力量叫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就告诉你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一定要做 那个一定要做 都是靠行为来决定的 可是保罗说不 不是这些外在的行为 让你可以圣洁 不是这些外在的行为 让你可以得胜 他说你要神的同在吗 你要神的全能吗 你要在乎的是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乎关系 你的关系要对 要正确 在乎的是内心 而不是外头做什么的问题 再来我们再看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 讲得更清楚了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两个诠释 当我们传扬福音 不是讲高言大志 我们传福音要传的是 神国的全能 这叫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是有全能的 天国的福音是可以得胜的 天国的福音是可以战胜仇敌的 而天国的福音要在哪里传呢 你的家 你的职场 你的校园 你的社区 你所居住的城市跟国家 所以各位 我们要传扬的是什么样的福音 不是只有认罪悔改 信耶稣的个人救恩 而是要把生命 家庭 职场 校园 社区 所有的关系跟计划 祂的主权 你要完全的奉献 让神掌权 靠主得胜 弟兄姐妹 神要你的家庭 神要你的职场 神要你的校园 神要你的社区 神要你所有的人际关系跟计划 通通奉献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当你愿意这样的奉献的时候 神会与你同在 你奉献神就会掌权 你就会靠主得胜 你就会看到 常常在两个征战之间 两个权势之间 你就可以经历那个 靠主得胜的恩典 牧师可以告诉你 牧师在列国里面服侍 我发现 现在神正在兴起 职场七三的宣教侍奉 神正在兴起 职场七三的简单教会 好让那些没有办法 进到教会的人 能够听见福音 这些人不是只有生命得救 这些人 他们也会愿意 把他们一切的关系 一切计划的主权 完全奉献 让主掌权 靠主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华人教会能够明白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所传的是 天国的福音 不仅仅只是 个人得救的福音 当我们传天国的福音 我告诉你 一定会有人得救 可是不是只有得救 这个人 他要奉献他的主权 这是神所要的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请 主啊使得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愿华人教会能够明白 我们来传的是 天国的福音 不是只有个人得救的福音 主啊不是这个人 任罪悔改 信耶稣加入教会而已 他要奉献他的生命 他要奉献他的家庭 奉献他的食堂 奉献他的食堂等等 人际关系一切的计划 主啊让我们愿意奉献 愿意认识来掌权作网 让我们在这些领域 常常看见神祢的荣耀 神祢的神气 主 谢谢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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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仰望祢 主 我们为着华人教会来向祢呼求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传的 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得救的福音 主啊 更是关乎祢在全地 所要施行的救赎 就是天国的福音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将我们周围的每一个领域 都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的家庭 职场 社区 校园 每个领域的意象 赐给祢的儿女 使我们也知道 祢将我们摆在其中的意涵是什么 主啊 让我们可以成为 祢传扬福音的器皿 主啊 祢的话说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主啊 祢的对外民做见证 主啊 祢的国才来到 末期才来到 主啊 求祢赐给我们一个 忍耐到底的恩典 主啊 是我们 好像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当中 主我们要仍旧持守这个盼望 主 我们要仍旧持守这个盼望 对万民来传扬祢的见证 使他们能够满心欢喜的 一起来迎接这个荣耀君王的再来 主 我们谢谢祢 是 主啊 祢说我们 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应当求在上面的事情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主啊 求祢亲自来调整我们华人教会 让我们传讲的不是个人的福音 而是天国的福音 主啊 就从每一位弟兄姊妹开始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将主权 淡淡的就交托在祢的面前 主啊 让祢在我们生命中完全掌权 在我的职场中掌权 在我的合唱中掌权 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 主啊 祢的荣耀就在祢的国度当中 主啊 祢说让我们淡淡的 向祢传讲天国的福音 祢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 主要求祢大大的来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愿华人教会能够明白 天国的福音 是指神在家庭 职场 校园 社区 城市国家里面 掌权作王的福音 让华人教会开始 拆派教会里面优秀的基督徒 这些人已经被装备好了 要被拆派到家庭 职场 向校园 社区 城市国家里面 去传天国的福音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试着让华人教会 开始做拆派的工作 主啊 把那些很优秀的基督徒 有生命的基督徒拆派出去 主啊 能够被拆到家庭 拆到职场 拆到校园 拆到社区 拆到城市 国家 任何一个领域当中 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来昌昌耶稣基督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父神我们来到祢面前祷告 主啊 我们知道祢既已掌权了一切 因此我们深信 家庭 职场 校园 社区 城市 国家 必要生出祢天国的福音种子 主啊 我们也宣告华人教会要走出去 主 我们要走出去 因为我们晓得祢已经掌权了所有 所以我们不丧胆 我们也不惧怕 主 让我们去 去使万民做祢的门徒 主 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是的 主耶稣 请祢光照 洁净华人教会 并且透过我们来彰显主祢的荣光 照亮这个世界 主啊 是的 求祢将道路沉迷在我们的面前 也让成民在神里 在家庭 在职场 在校园 以及社区 城市 国家 主 真的是愿祢所有的计划都能够成就 特别是迫切需要祢同在和医治的地方 主 因为祢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祢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主 祢赐下一切的一切的计划 决苏我们要成为那得胜者 得胜者就是要在主祢的家庭 职场 校园 成为那得胜者 借着基督主祢的恩赐 主耶稣我们也要宣告 主祢的爱是永远坚定的 因为祢的慈爱永远长存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是的 弟兄姐妹 你愿意吗 你愿意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在乎人可以认罪悔改信耶稣 我们更在乎的是 这个人他愿不愿意把生命 家庭 职场 校园 社区 所有关系跟计划的主权完全奉献 让神赏权 靠主得胜 你愿意来传这样天国的福音吗 那你自己就要先奉献 好不好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神啊 让我愿意把我生命中 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计划的主权 完全交给你 你来掌权 我愿意靠你得胜 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祝你得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奉献的人 祝你得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奉献的人 祝我们要传扬天国的福音 我们自己也要先来奉献 把我的生命奉献 家庭奉献 时长奉献 校园奉献 社区奉献 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计划 都求你来掌权 求你来带领 让我们跟随你 所在这样的一个 祝你得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奉献的人 祝你得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奉献的人 祝我们仰望你 祝啊 今天我们再次祷告 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举手为掌王权 祝啊 祝啊 祝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 祝啊 祝也让你 祝啊 让我们看见你对每个灵魂的 那个负担跟异象 显明在你的儿女心中 祝啊 求你吹出我们的心 祝啊 让我们不要懈怠 不要放松 祝啊 祝说福音是神你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祝啊 你更多使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 使我们对万民来做见证 保守我们忍耐到底 直到再见能面 祝我们感谢你 祝啊 我们来为华人的基督徒来祷告 祝啊 求你将那使徒信的侍奉 放在我们里面 传讲天国的福音 把天国带到你真理还没有完全充满的世界 在家庭 职场 校园 社区 城市 国家中 你作王掌权 祝啊 亲自在这当中作王 让我们的心跟你的对齐 让天国的全能 好 主要让你上帝的同在 带给那些受限制在苦难中的人 主要你的同在不但能够临到我们 也透过我们临到周围的人 感谢奉靠耶稣得胜的名 天父 你的计划就是在末世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求你现在此刻拆派华人教会出去传扬你天国的福音 谢谢主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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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敬拜祢